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看了很熟气 快把狼狗赶出去 很棒 小朋友们 我们再来做一遍 准备番茄 很棒 园里番茄园又大 躺着睡觉不说话 来了一条大狼狗 要把番茄 按 咬一口 爸爸看了很熟气 快把狼狗赶出去 哦 小朋友们 是不是也要做完了 现在程老师来为小朋友们介绍一下天天的活动 活动的名称叫做有趣的瓶盖 程老师为小朋友们展示一下活动所需要的材料 有瓶盖 可以是小小的 可以是大大的 可以是白色的 也可以是黄色的 也可以是绿色的 很多很多的瓶盖 还有 线绳 可以是毛线 也可以是鞋带 也可以是草绳 都可以 可以是不一样颜色的 也可以是只有一种颜色的 还有 还有 这个是毛根 不一样颜色的 毛根 有 不错 小朋友是蓝色 有 对很棒 黄色 还有 对 红色 还有 绿色 很棒 还有 黑色 很好 现在程老师来给小朋友介绍瓶盖的第一种玩法 首先 第一种玩法 小朋友要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瓶盖 瓶盖放在一旁 小朋友们可以在里面自由的选择不同的瓶盖 在桌子上给它进行造型哦 看 程老师打了一个什么 对 程老师摆了一朵小花 看 程老师又摆了一个什么 很棒 程老师摆了一个笑 脸 小朋友们也可以用瓶盖摆出自己喜欢的造型哦 好了 小朋友们 第一种玩法你们学会了吗 现在程老师来教小朋友第二种玩法 它的名字叫做 穿瓶盖 小朋友们 按这个瓶盖上面 看这里 有没有一个洞 对 一个洞 然后程老师拿出一根毛根 很棒 然后把它穿到这个洞里面 穿进去 然后用手把它拿出来 很棒 程老师要再拿起一个瓶盖 然后把它穿进去 然后把它拿下来 很棒 现在程老师又拿起了一个瓶盖 噢 咚咚咚咚 不可以 这个瓶盖上面没有洞哦 所以它可以冲过去吗 不可以 穿不过去 对不对 那需要换一个瓶盖 我们可以穿进去 噢 不可以的话 如果穿不进去怎么办 可以把瓶盖换一个方向 来再尝试一下 对 很棒 很棒 接下来 接下来 再拿一个 把它穿进去 然后用手拉下来 很棒 来 再拿一个 把它穿进去 然后拿下来 很棒 小朋友们 让我们再来 让我们再来 试一次吧 首先小朋友们 需要准备一根 对 毛根 然后拿出 撞好洞的瓶盖 来 把用毛根 穿到瓶盖的洞里面 来 穿进去 很棒 把它换一个方向 来 再来一个 拿出一个瓶盖 把毛根穿进去 把它拉下来 再拿一个 试着把它穿进去 噢 如果穿不进去怎么办 对 很棒 把它换一个方向 再拿你的毛根去尝试 一 二 三 加油 很棒 穿进来咯 小朋友们很棒 再来拿一个瓶盖 把它从瓶盖的洞里面 一 二 三 穿进去 然后再把它拉下来 再拿出一个瓶盖来 把它穿进去 还把它拉下来 哈 那是穿好咯 现在 陈老师要把它加大难度咯 听陈老师说 陈老师现在说 小朋友们 穿一个瓶盖 拿出一个毛根 来 准复 一 很棒 把它放在旁边 把它放在旁边 嗯 陈老师现在说 穿三个瓶盖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咯 拿出一个毛根 拿出一个瓶盖 准备好咯 一 二 放进去 三 小光有没有穿够三个瓶盖了吗 对 三个瓶盖 我们把它放到一边 听陈老师指令 现在陈老师说 穿五个瓶盖 小朋友们要加油了 准备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全够了吗 穿过五个瓶盖了吗 很棒 我们把五个瓶盖的也放在一边 好了 小朋友们 现在让我们来检查一下 刚刚我们穿的瓶盖 对不对 第一个陈老师说的是穿一个瓶盖 我们来数一数 一 很棒 是正确的 第二组陈老师说穿三个瓶盖 我们来数一数 一 二 三 很棒 第三组 陈老师说的是穿五个瓶盖 我们来一起数一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很棒 小朋友们穿的都非常棒 现在我们来一起把瓶盖取下来 首先我们来取这一个的 来用手拿着毛根 另外一只手把瓶盖刮下来 对 很棒 然后把瓶盖收起来 第二组 来用手抓住毛根 另外一只手抓着瓶盖来向下 一 二 三 很棒 来最后一组 来用手抓着毛根 另外一只手把瓶盖向下滑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很棒 小朋友们 让我们再来吃一次吧 陈老师说穿两个瓶盖 拿出毛根 拿出瓶盖 一 一 二 把瓶盖放好 对手拿好毛根 把它穿进去 可以换一个锁 一 二 很棒 现在 现在陈老师说 三个瓶盖 我们首先把瓶盖拿出来 一 二 三 三个瓶盖 然后拿出毛根 准备好了吗 如果穿不进去 如果穿不进去的话怎么样 对很棒 转动一下 你的瓶盖 来 进行 一 二 二 三 很棒 把穿好的瓶盖放在一边 现在陈老师说 六 准备好了吗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很棒 来 拿起毛根来 准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很棒 现在我们把瓶盖取下来 然后先练检查一下 我们穿的对不对 第一组是两个瓶盖 来 一 二 很好 瓶盖收起来 第二组是三个瓶盖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很好 我们把瓶盖收起来 第三组是六个瓶盖 准备好了吗 五 拽不出来 我们要换一个方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很棒 现在我们要把瓶盖收回来 把瓶盖也收起来 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 好了 小朋友们 还有家长朋友们 现在看陈老师 如果说你们家里没有这种 瓶盖的话 也可以使用线绳 或者说一些 废旧的鞋带 都是可以的 也可以进行 窗孔洞的游戏 一 一 二 也是可以进行的 或者说你们家里没有这种 穿好洞的瓶盖 或者说没有工具 可以去为瓶盖穿孔 也可以使用这种 大大的扭扣 上面也是有洞的 来进行穿孔洞的活动 或者说有一些 有圆孔的玩具 也是可以进行活动的 穿进去 好了 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 我们这节课 就进行到这里了 现在 陈老师一起说 再见吧 再见 小朋友们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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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